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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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一下子有点这么严重的病 刘贵兰的丈夫王继安 究竟是患上了什么疾病 竟然会把这个曾经还算富足的一家 生生推入贫困的境地呢 骨骨头坏了嘛 然后是坏的两边 骨骨头坏死 是骨科中常见 但是却难以治疗的疾病 一般发展到中晚期后 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髋关节致患 如果去武汉的大医院进行手术 一侧加上后续的治疗费用 至少需要15万元 而王继安双侧的骨骨头都需要治患 也就是说 他至少需要准备30万元的费用 我上老去挣那么多钱 当时我反正几幅都崩溃了 30万元 对于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民来说 是可能努力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攒下的天文数字 而刘贵兰一家之前的经济条件 在当地还算过得去 可是要一下子拿出30万元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新盖的房子是这家人仅剩的容身之地 刘贵兰告诉我们 当时他们为了给丈夫王继安治病 拿出了多年来攒下的全部积蓄 却仍然付不起一侧的手术费 那么大一笔数目 我都借十多个人 多为帮少为促 人多力量大嘛 是吧 最终 刘贵兰借变了乡里乡亲 总算凑齐了王继安第一次手术和治疗的费用 他在武汉接受了一侧骨骨头的治患手术 出院后 除去已经报销的费用 还是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也正是因为这样 原本说的过去的生活 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以前嘛 两个人的身体好喽 他就是股要是搞挣钱呢 在没生病以前 王继安常年在工地做工 刘贵兰在家务农 儿子在外地打工 王继安病倒以后 这个家都得靠刘贵兰一个女人支持着 他白天既要在田地里干活 晚上还要帮王继安康复按摩 我们很难想象 在无数个艰难的夜晚 他一个人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怎么我的命那么苦 他上个老公怎么这么多毛病 但是我也想 世上有比我家懒 还有懒的死也有 自己改穿自己喽 再怎么样我也要撑下去吧 是吧 在农村 男人是家里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他一旦倒下了 整个家庭都会面临着巨大危机 看到老公病了 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那样不是等于说 这个家就毁了吗 只能我来撑起这个家了 就是这样的支撑下去 可是要撑起这个饱受疾病摧残的家庭 光靠一个女人是不够的 这家人真的要被疾病生生拖垮了吗 他们说那你们就为了你老公深层去搞一个小卖部 刘贵兰所说的他们究竟是谁呢 他告诉我们 这个小卖部的来历离不开这张证明 原来刘贵兰家的小卖部 是由王文秀村的村委会牵头 帮助他们筹办的 也正是他们给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带来了些许安慰 然而我们发现 在拍摄的这些天里 小卖部每天也就一两个人光顾 根本也挣不了几块钱 他养活自己就可以了 能够自己生活了 不给我儿子他们挣下压力 这个小卖部的收入 也只够维持两口子的基本生活 要想凑足另一侧骨骨头的手术费用 起码也得几年以后 那么现在王继安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人又究竟在哪里呢 一场疾病将这个家庭推入困境 反正几乎都崩溃了 又是谁给绝望中的他们送去了希望 实在是好 身够忍心的 本期人口继续为您讲述 当我们问起刘桂兰 王继安现在在哪里的时候 她的回答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一些意外 我老公在医院 要好去做手术 第一次手术已经欠下了十多万的外战 面对这样的困境 刘桂兰为什么还有勇气打算给丈夫做第二次手术 手术费又从哪来呢 真材还是那么好 我老公还是得到了那个待遇嘛 刘桂兰所说的政策和待遇指的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产生疑问的时候 刘桂兰的家里来了几个人 原来王文秀村村委会 每月都会定期对全村的村民进行随访 而刘桂兰一家被列为贫困户 也跟半年前的一次随访有关 在那次随访中 村委会经过实地考察 了解到刘桂兰家的实际状况 决定将他们一家列为贫困户观察对象 然而这个消息却没有让刘桂兰感到一丝轻松 担心这个房子是刚做的嘛 等于说你做的新房子 还想得了个精准扶贫是不是 就是给人感觉 就是说这个家里人 这一家人其实都在赚钱嘛 然后说吃喝穿什么都不愁 在外人看来吃穿不愁的一家人 实际上却因为疾病 早已经家图四壁 那么相关部门又是怎么确定贫困户的呢 原来针对贫困户的审核 洪安县制定了一套创新的识别方法 以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力强不强 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狼的原则 对家庭的贫困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登记 最终经过核实确定是否为贫困户 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 在整个贫困占的比重比较高 因为某一个成员 或者两个成员都有病 就是灭定之灾 他们再也没办法来脱贫他 的确 如果单看外在条件的话 刘贵兰一家是肯定不会被列为贫困户的 但是正是有了洪安县针对每一个贫困户 仔细调研和精准识别 才没有让刘贵兰一家掉队 这样的精准才能对症下药 最后才能药到病除 而这样的扶贫才能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 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 调查过程当中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他慢慢小病 就慢慢托成大病 他在托病的信心上他也丧失了 就这个最致命的 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健康没有跟上 贫困也不能出 一场疾病摧残的不仅是病人的意志 击垮的还有背后的整个家庭 也正因为如此 洪安县还出台了另一个 为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家庭的辅助政策 现在不是国家的政策好吗 大病救助可以有那个补救嘛 我说可以减轻一下负担嘛 在2015年12月 洪安县推行了针对所有贫困人口精准帮扶的医疗救助模式 在全县以及武汉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手术或者治疗 患者只需承担所有费用的百分之十 当年累计自付费用五千元封顶 五千元以上的由政府财政兜底 而这项政策也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实施的健康扶贫政策不谋而合 工作者的人就告诉我 给你老公快点坐 他就少痛一下 就帮我老公送到中医院去坐嘛 今天我们和刘贵兰一起来到了洪安县中医院 见到了王继安 说起他的病 王继安告诉我们 其实他这一次住院还跟几天前的一次意外有关 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桶水将王继安再次送进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们 患有骨骨头坏死的患者 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其实一直以来 王继安的身体都很好 几乎没有得过病 突然患上骨骨头坏死 也让他自己感到疑惑 如果是做青藏炎的话 一般的软炎就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 一个酗酒 他软炎肯定是酗酒 那时候直接喝酒 一二十岁就开始 他就喜欢抽烟喝酒 他每一餐都喜欢喝一点那样的 有的时候是一次性杯一杯 瞻中风医生告诉我们 造成骨骨头坏死的原因有很多 酗酒是最主要原因 约涨非创伤性骨骨头坏死的百分之四十 这类患者患病以前 几乎每天要喝三四两以上 甚至一斤的酒 而王继安的饮酒室已经接近三十年 他相当泡在一个也不是说水 泡在一个蛮细腻的面子 他那个骨头就是泡在那里 别痛他还有个时间 有个限度的 躺着太痛 站着太痛 走路太痛 此时 连轻微的搬动都会让王继安疼痛难忍 必须尽快接受手术 可是第一次手术是在武汉做的 这次还要再去一趟武汉吗 我们隔壁城的 他也是骨骨败死的很多年了 他说在省内请了教授过来做的 原来针对像王继安这样比较复杂的疾病 洪安县中医院会邀请长期在医院进行指导培训的 湖北省的医学专家参与会诊和手术 就说在我们自己家自己做手术 钱不用花那么多 然后手术一样的照样成功 今天王继安在洪安县中医院 接受了另一侧的骨骨头致患手术 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以后 今天王继安可以出院回家了 你好 付了31596元 现在要交3159块钱 一共花了31000多 然后我们自己只出了3000多块钱 现在有这个精准普遍 然后医院给我们发了27000多 取乱结算的时候 交亲他自己应付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就先有我们一轮垫付 就剩下的部分我们一时跟农合的结算 第二部分就是跟那个政府委托的保险公司结算 原本几万元的费用 最后只需要3000元就能解决 这样的结果让王继安一家不敢相信 而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自从住院以来 截止到今天 住院的费用他从没有掏过一分钱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安不缴费 贫困得将因病之乱 其一力取消 新农活的起伏县和交入付金 实行先证案后付费 看来在洪安县 经济贫困的老百姓不仅报账轻松 还减去了很多繁琐的入院手续 而这样便利的好政策 也给王继安一家带来了生活的信心 经济贫困的国家 这个政策实在是好 深度人心的 最真心努力一点赚一套钱 然后以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一家人 我老公身体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小卖部开好 然后我就在农货上面做好一点 把这个家庭搞得更富有一点 让我儿子他们也过富有的生活 洪安县的健康扶贫政策 不仅帮助了王继安一家 也扶起了许多跟他们家一样 曾经在疾病线上挣扎的困难百姓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能有致富的本钱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采访 能得到不约而同的答案的原因 党中央其实要消耻贫困 整体奔小康 这种作用 它都是一个老百姓的心理作用 他特别感谢党 他如果没有党的官法 那可能我这一生 非诚我也不知道今后站不站得起来 能不能够重新进入社会 这一点那叫无价之保 在洪安县拍摄的这些天里 我们感受到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国家健康扶贫政策的落地生根发芽 给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 也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 为了不漏掉任何一个困难的百姓 扶起一个又一个贫困的家庭 当地政府所付出的汗水与努力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我们也相信 有了健康保驾护航 那些跟王继安一样的家庭 终究会收获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中文字幕 我